心的甘露心 化成了甘恨的心 各位菩萨 我们继续学习佛说四背经 现在是第三讲 仍然继续上面第二讲 所讲的出家女众的情况 佛说 但得教授女人 不得教授男子 所着衣服 不得刻增博彩色必分 不得清言惜语 不得贪财宝物 戒行清静 明月出家道人 若清言细条 未语欲笑 心智不羁 异行惠拙 恶口骂力 清言不竭 不能净除 娇慢自大 不自剪斥者 随父出家 故是贱人 非出家弟子也 女众的出家人 只可以教授女众 或者比丘尼 或者女居士 不能够教男众 不论是出家的男众 还是在家的男众 这点呢 大部分 可以做得到 那么有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教授男居士和女居士在一起学法 这个是由 有这种情况 那尽量避免 尽量避免 如果实在有需要 很多人在一起 开个方便善巧 讲一个内容 也是一种特殊情况 注意就是 但是呢 男众的法师 是可以教女众的 教的时候 当然不是一对一 应该是 在大众的情况下 听经文法的人 当然呢 就可能有四种弟子 那么都可以听 女众的寺庙里边有了纠纷 男众去处理的时候 男众去也不可能是一个人去 应该是两个人 至少两个人 或者几个人一起去 那么女众出家人所穿的衣服呢 不应该上边有文饰 就是有这个花纹呢 应该是和男众一样的 穿这个染衣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这个海青或者袈裟 真正的佛教的规定呢 不可以穿纯色的衣服 什么叫纯色呀 纯色就是纯红色 纯黄色 纯黑色 纯的不可以 要用坏色 坏色就是夹杂的颜色 现在呢 科学呀 世界已经发展到这种情况了 大家都穿比较纯的色 只不过呢 是黑色或者灰色 这个棕色居多 这个还好 其实这个纯黄色呢 本来就不是那么特别如法 有些时候我们看到 有一些大法师 身上穿的这个 袈裟 上面有佛像 这个决定不如法 因为从来没有在 佛经里边 佛书里边 看到说 衣服上要绣佛像的 不管你用什么理由 你也找不到根据的 女众绝对不可以 穿绫罗绸缎 穿这个彩色的衣服 花色的衣服 都是决定不可以 因为已经出嫁了 也不可以 像俗家人一样 梳妆打扮化妆 描眉化唇 这些都不可以 也不可以撒香水 女众呢 更要注意自己的仪表 不可以轻言细语 说话呢 小点声 不要哈哈大笑 一点威仪都没有 一般来说 女众不应该笑的 不应该轻易笑的 不可以开玩笑 说笑话 像俗家人一样逗乐 不可以 也不可以贪财宝 贪宝物 应该戒行清净 这样才叫做出家道人 如果轻言细调 就是乱开玩笑 打打闹闹 甚至呢 还没有说话呢 就先笑了 说话就是说话 该说什么就说什么 世间的人 是没有 没有说话就先笑了 出家人 出家人不可以这样 这样的话就表明你心智不静 不安静 你的异性 脑子里边的念头 可能不干净了 否则你为什么要笑呢 更不可以 有恶念生起 然后恶口呢 骂人 互相吵架 这个不可以 佛教里边的戒律很严格 能不能遵守 是另一回事 清规也很严格 你能不能真正的遵守 也是另一回事 那我们是出家人 应该自己检讨这件事情 如果在寺庙里发生了 吵架 打架的事情 不问取值 取值啊 一律欠担 参与的双方 一律离开寺庙 根本不问谁打谁了 谁对谁不对 这个问题你说都不要说 根本不问 出现了就两个人都走 现在有些寺庙呢 出现这种情况 就比较宽大了 到付钱 磕个头 跪跪乡 罚乡 罚跪乡 就算了 那不太严格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 就是有些人太随便了 不能够约束自己 也不能够轻言不截 就是没有节制啊 说话太多 说话太随便 该说的不该说的说一大堆 修行人 说完了该说的事 结束 扭头走人 不说多余的话 不聊闲天呢 因为我们修道 没有时间去聊闲天 我们看到有一些出家人 其中包括有一些居士 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不聊天 东家长西家短的这些事情 根本就不设计 不说呀 这个最好 有些人呢 不能净处 不能自己安静待着 总想串聊 总想到别的地方溜达溜达 看一看 游山玩水 到处烂窜 这个都不符合 出家人应该 净处自修的这种态度 还有的人呢 骄傲自大 看不起没有学佛的人 看不起出学佛的人 因为他们有种种的习气毛病 但是我们要是骄傲自大呢 我们也错了 应该自我减数 自我减点 如果不然的话 那么虽然你出了家了 现了僧相了 实际上还是一个贱人 这个佛说的很严肃啊 一个贱人 贱人就是连普通的人都不如啊 佛说这样的人 就不是我的出家弟子啊 我们再看下一段 佛言 若有男子心智细道 不能出家者 在于爱欲之中 当受持五戒 月六斋 第一 孝顺父母 至家养子 招募烧香 燃灯 七首三尊 悔过师方 恭敬四倍 不得慢轻自大 去离千滩 常以至成 不得期待世人 不得于世间人 欺负 坐起同膝 住行 相随 同事 异床 我们先说到这里 佛说 如果有男子 愿意修道 想修行 但是呢 条件不具足 一时还不能出家 或者呢 自己也就想修道 不想出家 仍然呢 还贪图爱欲 因为家里边有妻子 有孩子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受持五戒 五戒就是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汪语 不饮酒 那么月 每月应该持六斋 六斋日呢 应该应该吃素 这六斋日是 阴历 每个月的初八 十四十五 二十三 二十九 三十 这叫六斋日 下面讲啊 有四点 第一点呢 要孝顺父母 至家养子 敬业三福 上来也是 要孝顺父母 师长 这是我们中国的 传统美德 应该呢 好好的发扬 如果作为一个修行的人 在家 不能够很好的供养二老 随顺二老 拟悟二老 圣迹清慢 等等 都是不孝之子 以前我们这方面的经典呢 讲了不少 在家的居士修行 首先第一点要做到的就是孝顺父母 不管父母 学佛不学佛 不管父母有什么毛病 都要孝顺 你要做的好 你才能感化二位老人 你要做的不好 怎么能够感化呢 他们怎么会想起要学佛呢 另外既然不能出家 就要治家养子 就是要把家庭安排好 照顾好 要把孩子 关心好 招募呢 就是早晨晚上要烧香 燃灯 就说呢 家里边要做一个佛堂 没有条件做佛堂呢 要有一个佛刊 佛刊的下面有一个台子 或者一块板 那么能放什么呢 能够放香炉 能够放竹台 还能放清水 这样呢 来修这个供养 每天早晚 最少最少 应该呢 礼佛三拜 另外呢 还要悔过十方 检点自己 身心各个方面 哪些地方想错了 说错了 做错了 要去忏悔 要恭敬四倍 四倍呢 正好就是我们这个经典当中说的 在家出家的修行人 不得轻慢 慢轻自大 不可以骄傲自大 要谦虚 要谨慎 要距离 迁滩 这个迁字 有的地方念尖 尖肯定错了 最多可能是地方的方言 念尖 正确的念法 就念迁 迁滩 也许台湾的发音 不一样 我都不知道 应该常以至诚 不得期待世人 常常以至诚心 对待每一个人 不可以 说假话 骗人 不可以呢 专门设计害人 不能够欺骗 另外说到很具体的地方 不能够于世间 骑别人的妻子 或者妇女 在一个地方坐 在同样的一个席上坐 比如说 一个双人沙发 能坐两个人的沙发 一个座位上呢 有女众 你不可以往那坐 你再找另外一个椅子去坐 那一个空地方 让另外一位女众坐 或者呢 你请这位女众 坐到单人沙发上 你和你另外的一位男众 坐在这个双人沙发上 这个可以的 三人沙发 也是一样的 尽量避免 尽量避免 也不可以和别人的妻子 或者其他的女众 住行香水 就是说 停在一起 或者走路 相随在一起 应该拉开距离 我们不可避免的 要和人在一起行动的 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乃至于绕佛的时候 大家按照顺序绕佛 那么绕佛呢 出家男众在前 然后呢 出家女众 第二 然后再家的男众 第三 再家的女众 第四 最后呢 不穿海青的人 男众在前 女众在后 一般都是按照这个顺序排的 那么这样的话 必定有男众和女众 前后这种情况 那么就要比平常人的间隔 再远一点点 也不可以太远 恰当 做到恰到好处才可以 也不可以呢 同事异床 你不可以和其他的女众 在一个屋子里 然后呢 他们住在 好比说 有两位女众 你是一位男众 你住一个单人床 其他两个女众 住一个双人床 这个不可以 你要住 住另外一间房子 可以 你把那一张床 搬到另外一间房子 所以 或者说在另外一间床 房子里边呢 你你把 把床垫拿过去住 都可以 不可以在同屋子里 为什么呢 为了防护基险 不要让人家乱猜乱想 我们看下面的内容 继续还是这个 在家男子的内容 除去四世 以四等心 普世一切 老者 若父 若母 少者 若弟 若子 恒以明度法药 洗除重病 不得望称晦 骂力 常以无极方便 又解世人 使入大圣 不得为新学者 说神经 奥妙之意 当为除想时 无挂爱者 不得交世衣服 不得于世间妻女 稀调 言语 往来报答 一致因缘 如是者 为清静道人 我们先到这里 除了上边所说的四点以外 要以四种平等心 普世一切 哪四种呢 对于老者 就好像是自己的父亲母亲一样 对于年少的呢 好像自己的弟弟 或者自己的孩子一样 另外要用 经常用智慧的法门 智慧的法水 法药 来洗出重病 就是指的心结 要给他帮助打开 他有贪嗔痴 这些毛病呢 慢慢的替他 引导他来学佛消除 不得呀 随便的起称恨心 不得呢 骂人 不得呀 不得粗言 不得粗言 应该以佛的法门 无量的方便来引导和劝解世人 进入佛法 使他们能够喜欢大圣成佛之道来学习 不可以一开始就为初学者说意义深刻的经典 刚才我们讲过了 为初学者说的太深了 他不能理解 白白的耽误时间 而且弄不好 他还会误解 他还会产生其他的想法 不可以为他们解释其中深奥的毅力 应该啊 帮助他们 除去妄想 除去妄想 让他们能够逐渐的进入 没有挂癌 能够顺当的学佛 不应该啊 穿很多 穿一些有花纹 漂亮的衣服 不应该这样 因为不能把心思放在赤穿上面 所以呢 这一方面啊 在家的男众要注意 现在科学发达了 社会的物质丰富了 有些男众啊 开始穿得花花绿绿的 跟女的差不多 搞不清楚男女了 女的们有剃光头的 男的们有留长发的 有时候从后边不知道男女 那不学佛的人我们管不着了 人家妻装衣服 我们没办法管 我们说在家的男众 在家的女众 出家的更不要体 都不能够把时间花在这上面 衣服呢 要落落大方 这样就好 现在啊 有些地方做了一些居士服 有的样子真的是不错 有很大方 很整洁 看上去很壮严 我看这样就好 这是说大家去寺庙里边 如果是去单位的话 当然就不一定要穿这个居士服了 另外啊 作为男众的居士 不可以和世间的妻女 调戏言语往来暴打 包括自己家的 包括其他人家的 好比自己兄弟姐妹之间的 这些亲属啊 都是一样的 不可以太多 你送礼我打礼一来二往 太频繁 就太耽误时间了 而且容易闹一间 在一起干什么呢 你宣说佛法 人家不见得爱听 那你不说法 就跟着他一起说 世间的东西 无聊 所以这方面呢 要注意 另外也不可以打打闹闹 说说笑笑 这里边有一句话说 以致因缘 以致因缘是什么 你时间长了 就会产生一些感情上的变化 招惹是非 所以尽量呢 不要有太多的来往 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好了 说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 才是一个真正的清净道人 我们这一讲先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